王浩信和陳志堯昨天以夫妻當姿態出席活動 亦是傳出婚居和分辨報道後 首次一齊出席公開活動 兩夫妻在活動上不停放閃大了恩愛 實行以行動粉碎分辨謠言 兩夫妻受訪時回應近日傳聞 沒有婚居說了很多次 其實之前她出過很多活動 也答覆了大家 她又回應了 所以我就不再在這裡回應了 因為她回應了 我也要尊重她 其實我們是 因為很久之前 例如有事 我都說過我們沒事我們很好 其實我講過的 所以是沒有分據 可能她最近多劇集 人紅是言是非多 可能覺得 因為其實我覺得主要是 因為我們很少一起貼文 然後大家就會多些揣測 然後我們說了回應了 然後又有其他的傳媒的朋友 又有另外一些故事出來 之後大家就越來越多揣測 但真的很感謝大家對我們的關心 很感謝所有傳媒的支持 然後令到我們有今天這件事 對 對 你先說 對 還有 我知道大家可能都很想問 為什麼傳了這麼久 這件事 我一直都沒有回應 可能大家會很關心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 因為這件事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她很好 因為 我最近真的很忙 未必是忙工作上的事情 但我是忙家的事情 因為 剛才說了教育的部長 因為我小朋友 今年要考小學 正直現在是 考小學的面試高峰期 我有太多事情太多事情要準備 又要報名 就是看很多學校的資料 接著又要帶她去面試 所以在這段時間 我是專注了去做這件事 他就很好 他跟我說 不要緊要 這些新聞 他說讓我去回應 讓我去 去回應記者 那你就不用煩了 那你就專心做好你自己 譬如現在正在忙的事情 小朋友 其實我之前都說過 真的這段時間 我們正在忙的 就是小朋友的學業 他是很辛苦的 每一天 大量的資料 有個人要處理 所以我之前都說 給點空間 給點空間 很開心 今天一次過 跟家家說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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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